三位記者誤闖新政府大樓的特首辦公室 被警察以企圖爆死的罪名拘捕 但後來李兆光又說我們當記者是朋友 記者真是罪該慢死 不過他們最多是爆料而已 沒理由告爆洩 是不是因為新政府大樓還是整個地盤 當了記者是企圖爆洩,偷銅、偷鐵 記者擅闖大樓,擺明是想偷影 我們一向處理偷怕的案件都是告油蕩的 就告記者油蕩吧 聽說那時候有特首辦的新聞官 證實了三個記者的身份 但警方依然堅持抓人 他們一定不是為了公佈私仇 報復給記者之前揭曝新大樓的保安漏洞 李兆光說政府總部有很多機密資料 機密是不會放在辦公室的 當然要放上網給人用Fox下載 聽說英國有不少記者 都試過偷入白金漢宮 暴露保安漏洞 時後都沒有被人拘捕 皇室還要道歉改善保安 回歸了,還免懷前朝 根據中國國情 應該告這三個記者尋釁之事 原來門常開是警署門常開 原來門常抵達 不是,扎死了,有沒有證明 有沒有 married 我經過很多風浪 我感覺不到無問題 平日雨 將來將日再回升 香港应该继续加强 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去应付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 那我们的机调是好的 好的好的 港交所 国泰等等股份在午后停牌 7只股份和超过400只衍生工具 不能够买卖 但是至少Sospension对大家都不好 不会说对有些人好 有些人不好 这就是一个公平的 搞到这件事出来 都不知道成何铁桶 太桶 被人家掩着嘴笑 在Global Market 保证不再犯 我要能保证的话 我就保证这次就不犯 阿财爷 港台问题进展得很慢 你怎么解释 港台问题已经截着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出帐 港台员工不会反对得 一定万稳容大 不是呀 是港台关系进展得太慢 怎么解释 港台关系不能太快 一定要加慢 因为温总理说高铁要加慢 冬铁要加慢 全部加50里 所以港台关系进展 全部都暂时不用理 阿财爷 你的普通话那么水皮 会不会影响你的仕途发展 我发觉 香港澳门的特首 他们的普通话都很水皮 如果我说得太好的话 恐怕会功构争主 先知声明 联交室的网站 不是我们拿的 我们怎么会这么小家 小家就小家了 一口气 把七只股停牌 他都不明白 香港人买股票之前 是不会看敏感资料的 只会听 听到哪个红号 就买哪一只 你停完停 香港人对敏感资料 就没兴趣 但是对那些 风者敏感照片 就很有兴趣 你不要说那些照片 影响了 飞机股会停的照片 否则我真的会 炸你的 很多市民不满意 说暴动的时候 首相卡梅伦还在意大利 那里享受咖啡 对了 如果他是伦敦就好了 怎么好 不然他会下街帮忙捉人吗 不是 那些暴徒说如果他在 顺便得起他一分 暴徒之中 一个只有七岁 都去百货公司那里 抢一份 他老爸老母真是没家教 看着他 不是 七岁这么小 可以抢多少 当然爸爸妈妈陪在一起去抢 有个幽前蕾 家财过亿 住千万豪宅 他都抢一份 不是 家里什么都有 都贪心 这些幽前蕾心态 就是什么都有 人家松起又有 妈妈又有 就是窗回来的毛 英女王说 叫凯特和威廉王子 去那些苏洞区安慰市民 凯特和威廉王子去有鬼用 当然找哈里波特和混血王子去 他们施展的魔法 那些居民就开心了 听说伦敦要换警务处长 请个美国人去做一哥 我第一个犯罪 为什么 请美国人 不如请中国人 对付居民暴动 中国人的公安和城管 就最有办法了 喂 你这件衣服又骯髒又巢 刚刚从暴动区回来 不是 我刚刚在暴动区 抢回来而已 我倒不是玉林军 法太后你看大运会多漂亮 是啊 即使忘了国 我们都要盛装出席 但是奴才不明白了 为什么不在北京搞呢 何出此言 小豪子 北京搞学运有经验嘛 八九年那一届搞得有声有色 人朝管理有罪 一夜之间就清了场了 最重要就是 连吉祥物都预备好了 这个不学无术的奴才 那次是学生运动 是搞嫁病造反 今次这个运动会是为国争光的 不是啊 奴才觉得深圳 当了八九学运来搞 鱼林大敌啊 飞机都要停飞啊 难道深圳航空都有这个机师和空姐 在机厂搞运动会 满脑子坏主意的奴才 飞机停飞是基于安全的问题嘛 你知道吗 最近的高铁动车 分方要减速停驶 飞机都怕追尾的嘛 不飞好过飞啦 北京那次学运呢 就怕人上街要戒严 深圳这个学运呢 就怕人不上街啊 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居民 全部不准留在家 一定要出去的 小豪子 我想知道 英国的大学生 最拿手是什么项目呢 回太后应该就是 扔标枪和扔铁柄 因为最近他们在街头上 常常扔石和扔汽油弹 还跟防暴警察 你追我做 短炮应该不错的 幸好我们天朝大学生都不差 他们经常都要翻墙的嘛 应该可以在跳高 参肝跳那里扬威的 香港的大学生 一毕业就背了 整身的关东数 还有卡数 还有这一世都还不清的楼数 负重这么紧 他还应该很棒的 小豪子 你觉得深圳大运会 应该找哪间 做指定电视台呢 三色台啦 那么收市高嘛 高有什么用呢 播一次 应该配美重播台 一个节目每天播四次 运动员的英姿 看不清 不要紧 就有三次机会给你看 那代言人 一定要找林局长才行 正所谓人辱络音四次重播 我们的意味 意味 世界大学生 下集运动会 开幕 今天应该很快乐 望见欢呼的他很快乐 为我决然庆功举 对着手掌 难得今次得到一个像 换到成就吗 讲一辈子理想 还是找不到方向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没罪 它不是寻信姿势 它为了帮助别人 对吧 寻信姿势是 求民闹事 流氓 流氓找事 没事找事 我妈是没事找事吗 我们必须得表达到 我们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是必须要表达的 今天大家有什么朋友过来呢 我有点事跟你说一下 好吧 有点事 有点事 好吧 有点事 有点事 到这绝不堪有的冠冕 还未可以叫做得事 功夫我的名叫我有快感 功夫我的名字令我有身份 迷失当中送我离开 离开上晚都必须 功夫我的名叫我平记于心 从头冠冠军烈烈烈燃后转身 我愿意去争生下 平身自信 全黑在我中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遇到这样的时机 才可以带你进入谷底 透过网络黑客入侵 再配合港交所的停牌决定 大杂蟹都有机会变成谷蟹 咦 入到火了吗 是啊 搬到办公室呢 记住要通知示威团体 和游行人士去更改游行路线 我还提了高官 改了开会地点 如果特首想避开示威者 又不能走后门呢 不知道啦 还要记得 通知出席率很低的议员 找他忽然高兴 不如去开会吧 谁知道去错了 那就不好了 提提你 政府总部改了地址 钱多 但堂堂就說香港沒有地產霸權,那誰是對的? 為了平息紛爭,一於公請人大釋法 定義什麼是地產霸權,這是最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 每次人大釋法都要找一班基本法的草委、御委、籌委 溫固之身,聽多一次立法原意 如果幾十年後再釋法,會不會變成人誰釋法? 你問老人家,全部都是國家一級保護民物 未預先知當日的立法原意 如見了今日的社會發展,他們是真的要好好保存的 我建議基本法不要放入國民教育科 應該擠入文學科,跟李白的詩、蘇東方的詞 都在一起,反正詩文和條文都是一樣的 人言人數,國家解讀都不同 正所謂居港權,何時有把酒問人大 不知立法原意,今直是何解? 人大釋法,原來就是人大氣釋法治 人長團長的存在,爭鋒極熱 那個所謂四大關卡 那個才是最大的誤導 那你能否說明明多了一塊東西 你會當它無盜 然後就說形同虛設 然後就說入境處長根本不會把關 那這是甚麼說話呢? 根本就不邏輯 你的立場就代表了你會為哪些人說話 繼續抹蝦,繼續扣帽子 亦都令到市民不必要地恐慌 有些煩惱,就唯有問媽媽 好問媽媽,去叫我問回老爸 這樣就答了,等於沒有答,我就拋頭 如果要信納一個申請人 是經以以香港作為永久居住地 他就要符合,例如他有沒有一個慣常的居所 他的收入足不足夠支付他的配偶 他自己和他的子女的生活費呢? 葉劉淑儀也說了 他說以前一向入境處的處長 當他考慮這四個資料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挺寬鬆的 你扣還是不扣,他都是讓你入 那這個還不是入境處長失職? 拿資料和四大關卡的分別很大 他提供這些資料,入境處長 如果不是用來評估他會不會造成香港的負擔 他提供資料來做甚麼? 當你要定一些關卡 和以前你的考慮的準則不同的時候 一定有人施法覆核你 這麼多資深大狀 分分鐘會撲出來和你施法覆核 這個決定,施法覆核是非常困難的 正如剛才我提醒大家的例子 為甚麼李陸入得,黃丹入不了? 政府怎麼回答你呢? 政府就說這些事務是我們去拍板的 我不需要向你交代的理由 你不要猛話關卡那些不是關卡 現在是沒有的 法例那裡沒有賦予入境處處長的權力 入境處處長有法律賦予的權力 去為香港去把關 如果你說用入境條例那四個關卡 去測試一下在香港做家庭用工的外籍人士 我相信大部份都不會通過得到 你要香港人很樂觀地看這件事 我覺得都很難說服到他們 我自己對香港人很有信心 英國爆發大暴動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不妨比較一下這兩張新聞圖片 第一組是英國警方發布通緝暴徒的圖片 絕小是白人 多數是黑人 另一張照片是倫敦良好市民抵制暴亂自發 握掃把上街清理街道 這一張圖片看清楚 九成九在這裡誓師的就是白人 只有站在極右邊 看到嗎? 第二排穿T恤那個才是黑人 這兩張圖就非常巧妙了 暗示暴亂的原因是甚麼呢? 英國和歐洲大量接受非白種的移民 已經演變為爆炸危機 2008和092年 英國接收了超過50萬 只有小部分來自東歐的移民 多數都是來自印巴、非洲、遠東 搞到這樣 英國也算是報應了 因為1968年保守黨議員 鮑華在百明漢發表演講 警告如果英國被有息移民 了無限制入境 有一天必定是血漏勝河 鮑華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他的選區 有一個白人老虎向他求助 說整條街全部是黑人居民 只有他一個是白種 於是經常受到黑人無業青年的滋擾 鮑華說當年全國控到 他警告黑人大量湧入15至20年後 英國將會不宜居住 他的聲音遭到所謂自由知識分子 聲討掩活 不過從此他就名垂青史 因為所謂血漏成河淪 The Rivers of Blood Speech 在英國加傳回曉 很多人心裡明明是認同 但不想被人標籤為種族主義 加把口就說鮑華是極有分子 鮑華1998年就死了 但這位言論自由、戰士和常識分子 總選盡了他身為議員的責任 鮑華是否一個種族主義分子 這件事就兩體 在英國社會裏面 其實沒有真正的種族歧視 不過有階級歧視 譬如說英格蘭南部那些貴族的白種 英國人就看不起 住在利物浦那些白人的足球迷 不過身為黑人或印巴魚 在階級社會裏面就被人陷入 當然上位不是那麼容易 但本國的法律就有一個種族平等委員會 聲稱保障個個都平等 這些就叫做虛偽 虛偽過頭都變成愚蠢 就搞到自己要付出代價 香港市民今時今日看到英國 燒到紅紅聲 千萬不要幸災樂禍 或者今天的英國 是明天的香港也不定 記者善闖大樓當然是罪該萬死 罪該萬死 不過他們最多是爆料 沒理由告他們 霸酒問人大 不知天上 應該真是文學科 跟李白的詩、杜甫的詞 吞乾跳的項目也有項目 楊威 楊威